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母亲若似的眼帘 走进疲惫困顿的白了头的浪子 你依然紧紧拥抱着我 那样的不舍不愿撒手 在你寒颜最后芬芳的那口 为我长留的气息 你磨光中绽放绚烂的彩虾 满山月桃花和飞舞的蝴蝶 你是山民中最芬芳的山谷 你是山谷里最美丽的花朵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有一位非常传奇的原住民歌手 他12岁之身离开部落北上到台北 他当年在酒吧里唱部落的歌 开启了台湾音乐的革命 他在戒严时期组织原住民运动 被列为黑名单 从此消失 等到政权交替 两任民选的总统都请他唱歌 他唱的都是同一首《美丽岛》 他形容自己是一只失去山谷的小鹰 他是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 老师你好 很高兴又邀请你来节目 慧玲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都好 老师上一次我们等匆匆那张专辑等了三十年 嗯 然后从匆匆又再等到这张专辑《美丽芬芳的山谷》 我们又等了十年 是 我这个专辑里面有个叫大地仿神的孩子 是 我妈常常讲我就是仿神的孩子 我妈也常说被男主的人就是仿神的人 住在地上是被神放在地上游走的 对 那 看不出什么成就来 那仿神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段日子里面大概就是一直在寻找 寻找那个寻找不到的 嗯 大概就是感觉 所以歌产生会比较少 老师这张专辑我拿到手上的时候啊 芬芳的山谷 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这一次的主要的这首歌 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是一张火车票 是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张火车票的意义 他是从高雄开往台北的 嗯 我记得是那个 1962年的9月的东西 1962年的9月 那一年老师做了什么事 那一年就报到要去淡水读书了 就是离开部落到淡水去 离开牛支 对 离开部落 对 嗯 那时候是坐夜车吗 坐夜车 嗯 从泰马里台东坐巴士到高雄 人生第一次坐巴士 对 然后再坐到 从高雄人生第一次坐火车 对 我记得那个火车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 嗯 以前只有在书本上看到 书本上看到 那不知道他的 他的威力 他那个 他那个 他那么巨大 嗯 所以你在月台等的时候 心里很慌 看到火车 他是火车 而且撞进来房子里面 嗯 我们也不知道月台是在房子里面 是 这很多第一次的感受在那里面 那个时候也是老师第二次离开妈妈 对不对 对 第一次是 从母回路里 对 第一次是妈妈帮我们生下来 对 老师你跟妈妈的感情怎么样 你是常常小时候黏着她那种小朋友吗 是 我从生下来就黏着她的 对 从我有记忆 我就是拉她的裙摆 走在她旁边的 嗯 那 像我们 照到河里 小溪边 漂亮的这个 这个溪谷里面去 取水啊 嗯 去呢 夏天去呢 可以 吸吸水啊 嗯 妈妈 用石头搓我的背啊 小石子 小石板搓我的背 给我洗澡 嗯 那个景象 非常深刻的 对 太阳从那个树梢 树梢里面照进来 然后你在那个溪谷里面的满谷 都是蝴蝶 那满山都是那种摆的那种 那种月桃花 对 那月桃月是我们拿来做 我们讲阿贝 是做那种 长长长的像 像种子那样的 嗯 很香的叶子 然后很漂亮的花 嗯 在那种情景下 永远忘不了的 对 老师记得那个时候你从就是 嗯 嗯 我们刚刚提到你从 台东到高雄 然后北上淡水 那个时候你 跟妈妈是第二次分开 那时候她有跟你说什么吗 你还记得那时候的心情 我妈妈已经连哭了两三天了 嗯 嗯 我记得我也有这个机会读台东的学校 嗯 但是爸爸执意觉得就决定淡水了 嗯 看那个学校的历史什么的 对 那又不过我爸爸的意见了 我妈妈 所以 他就只好帮我 整理我的衣服啊什么的时候 帮我买衣服整理行囊的时候 他我看到他在哭了 嗯 然后抓着我在旁边摸摸的头说 哎呀我的孩子 用牌板子发送 我说你要怎么办啊 我不在旁边啊什么 嗯 我跟我妈妈说我不要去啊 他说不行啊 你一定要去 我说我不要 我要在你在的地方啊 我说叹息的山谷 嗯 悲气的妈妈 对 一个懵懂的孩子 是 在芬芳的山谷里面 对 老师把这个歌词写下来 其实 老师的妈妈也是一个勇敢的妈妈 老师在台北的时候 度过一段很 嗯 很特别的日子 嗯 老师你在台北唱歌 然后在台北组织原住民运动 然后在台北被当时的政府盯上 嗯 对 那时候你跟妈妈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 有人跑去跟她说 你的儿子在台北做什么 这样吗 我的消息都会有人告诉我妈妈 今天台北有几个朋友是读医学院的 嗯 那我们手上所出的这些文 这个 这个 比如说 嗯 勘训 嗯 什么的 嗯 我们都会 我都会拿到 寄到家里去 叫人家带回去 嗯 嗯 清人 念给我妈妈听 对 我妈妈看到原住民这三个字 她 她的 日本人 日本汉字她看得懂 她日本 那汉字里面讲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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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这样叫我们才对啊 嗯 从以前的班境 凡人 凡人 嗯 三级境那种讲法 连老人家都很不高兴 嗯 老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好像是特务跑去跟老师的妈妈说 你的孩子啊 在台北做了一些事情 嗯 对 她说违反国家的安全 违反什么 嗯 她说我们先来跟你说 你劝她 叫她12月不要 不要成立那个大会 就是那时候老师做原住民权益运动 成立出积会的创会 对 我正在创会 而且老师你很大胆 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解研 没有解研 离解研还有三四年 对 不可以组人民团体的 嗯 所以你妈妈说什么呢 对 嗯 就说这个孩子 我记得我从小 她在这个山谷里面 我是用这个 小米啊 自己种的小米 玉米 嗯 芋头地瓜来养的 嗯 那我说没有用钱养过 哈哈哈 假如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你的孩子 会 会有去绿岛的可能 嗯 那时候去绿岛 其实是一个还蛮可怕的事情 是 那时候政治气氛是很肃杀的 是 非常肃杀 嗯 那我妈妈就说 你看我们这块地 直接看就可以看到绿岛 从台东 从台东 她说我十一岁 我孩子十一岁离开以后 是 我就常常想看到她 嗯 那她说现在她又做这个事情 会更忙 对 哦 假如能够从这边常常看到她 也很好 哈哈哈 你知道人家展示给我这一点 是 你知道给我的力气多大 嗯 嗯 妈妈是完全支持的 并且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对 所以老师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嗯 听说你录了好几百次吗 芬芳的三国 我是男男男男的 就是在母亲去世以后 嗯 常常男男的想要找一些句子 嗯 想要很确切的去表达出 心里面那一条就是对她的那种感念啊 嗯 所以那盒子几百次就是常常 这歌为什么会这样子满 我的歌有很多是这样子产生的 嗯 当然对母亲更是这样子 是 那 一时都不想要 觉得歌里面有 有表达不到的地方 有遗憾的地方 嗯 所以你看我们 台湾 哪有留言写歌写到最后 我说 连最后一个 含最后一口下去都写了 嗯 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个 是 那 我在旁边我看到了 我都把它写下来 嗯 对我们漂泊在外面的 小孩子来说 唱橄榄树的时候 我们想到是檳榔树 我们曾经也谈过这样的事情 是 跟老师 他说对啊 我也是想那种檳榔树 檳榔花心开的那个味道 那个芬芳的香味 嗯 对 老师我们换一个人 谈谈李泰祥老师 嗯 在这张专辑里面 老师唱了两首他的歌 对 答案跟橄榄树 对 老师好像跟他学过琴 是不是 他是教我一些感觉 啊 他教我一些事情 他没有说 没有正式的 对 没有说 教我说摆在钢琴 教我怎么弹 或者是说 因为他是读谱的 对 他是学正统古典音乐教育的 是 他也告诉我说 你就照这样下去 然后你执法 多练一点执法 嗯 照你的意思 就是你的弹法 你不一定要像一些飘飘飘飘飘 一些很自私的弹法 对 去弹 那弹听起来都差不多 嗯 他是你有你的特 会有你的特色出来 是 然后人家 我们都跟人家说 我们是李太祥的学生 我们是 李太祥是我们的老师 老大哥 是 李太祥知道我们这样称呼他的 嗯 所以我们就像台东 上来台北互相取暖 互相扶持的 嗯 比他扶持很多 对 那么 我那时候我父亲 你知道我去唱是因为要找第三份工作嘛 对 对 那时候你的父亲生病了 支持父亲的病税 他知道我需要的一些收入 他常常会安排他写的那个广告歌叫我去唱 对 我记得有一首歌是那个《机车》的广告 广告歌 对 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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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买本 方不怕路前嫌 对 然后 波朗咖啡 嗯 最早出那个波朗咖啡的那个广告 老师记得《波朗咖啡》怎么唱吗 Mr.布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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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时候 就这样花几分钟唱歌 那个收入大概我们在外面唱歌 一个礼拜的时候 嗯 他很帮我忙 对 所以我常常 会抽空去他家里 啊 他家里父母亲在那边 对 哎呀 他父母亲很喜欢 他知道我是谁 嗯 我跟他讲我爸爸是谁 喜欢跟我聊天 然后 嗯 我会说一些 妈妈以前教我的日本笑话 是不是 用日语讲的笑话 妈妈常常爸爸就会笑的 笑的跟我说 哎 德夫你来了 你再讲一些 哈哈 所以 哦 就在那个时候 常常坐在他家里 就看到他 在教奇遇他们啊 唐小师 杨祖君 嗯嗯嗯嗯 对 老师为什么这张专辑里面 你特别选了 答案跟橄榄树这两首歌呢 啊 因为他们家里人 包括老师都是 漂泊在外面的 嗯 他爸爸因为做生意也是 一直在 他们从小就这样漂泊的 对 都不在部落 都不在部落 台东马兰 我在嘉兰 他们在马兰 所以 其实 对我们漂泊在外面的 小孩子来说 我们 上橄榄树的时候 我们想到是檳榔树 我们曾经也谈过 这样的事情 是 跟老师 他说对啊 我也是想那种 檳榔树 对 对 是杀毛血的嘛 橄榄树 对 我们心里面都点点子 檳榔树 还有檳榔 檳榔花心开的那个味道 那个芬芳的香味 嗯 那 看他工作的那个劲儿 嗯 彻叶这样 不免 我彻叶后查 在那个地方 看着他 的 就想看他 他工作的那个样子 嗯 一丝不苟的 就盯着他的作品 有时候他 他写到一半他会 有时候在家里写 有时候在录音室里面写 嗯 他录音室会住一整天 两天三天这样 在里面吃饭 哦 然后他会说 哎 金某你 我休息一下 你弹 弹一下琴 我这很不好意思 在前面弹琴 他说没有关系 你就弹 你弹一弹我想一想 我就 我说我要弹什么 他说 你去弹你写的歌 嗯 我就弹 我什么 匆匆啊 或者是 背上的小孩 对 他唱上小手思韵啊 嗯 他你在唱英文歌 我就弹英文歌给他听 他大概在用 我的声音在想其他的事情 嗯 可能有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旋转门在 对 那很多这样的时光在里面 对 什么伟大的音乐 在我心中 他是很伟大的 真的是 很杰出的 嗯 他不但台湾的 这个交响乐的指挥他 他还指挥过阿姆斯特丹 跟交响乐团 嗯 这个 这种 天高的这种成就 嗯 再像明歌 为何 我们这些明歌被人家 比 说成 无病身影的 是 一代的时候 他居然放下身段了 嗯 下来 对 做流行音乐 直接 直接关心明耀明歌 对 然后 然后 在金韵江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来 来维持这个 这个 这个他的品质 是 然后在很多的歌曲的 编曲上面 他自己 动笔下去 嗯 那他自己的创作 对 然后培育很多的 带很多的歌者 嗯 让 我们在亚洲这种 这种 这种地位 这种品质 可以 可以很 很是 在那个时代 就被人家 发现到 他的重要 嗯 他的精 他的美 我想李泰祥是 功夫葛磨 对 我何其有信的 从那种 单纯的一个 一个 山谷里面出来 嗯 然后 然后从一个时代 转进去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 转进去一个时代 对 就像宇光中教授讲的 像明哥 手里面 他写的时 他说 我走进一个 黎明芬芳 芬芳的黎明 您说这张专辑是 你的乡愁的最终章 因为现在回台东了吗 嗯 因为是很 非常重 你把那个 芬芳的山谷 嗯 跟那个 大地恍生的孩子 那个悲难族的 是 那我花了十一分钟唱的 悲难族的 悲难族的 悲难族语 史诗一般的 说自己的故事 对 自己讲自己的事情 对 看起来是个终结了 对 然后 你再听到我唱流星 对 就讲到时间 这块 嗯 对 那么我们曾经在这边 有闪亮的日子 嗯 所以老师要再开启另外一个阶段的音乐创作吗 你看你在台北写台东 你在台北看台东是乡愁 你现在回到台东了 你会再回来写台北吗 当然 在台北度过五十年的日子 台东 你看台东是我从三岁到十一岁 快十二岁的一个故乡 嗯 那是一个八年九年的故乡 对 那台北我五十二年了 在台北 嗯 那当然是第二故乡 也是个故乡 对 而且 在台北 碰到他是那么多 对啊 你看我们刚刚随便讲一下 这个事情真的太戏剧性了 对 你在台北参与了民歌运动 然后 政要大红大紫的时候 创办了圆韵 对 参与了圆韵之后 又碰到这么跌宕起伏的人生 台湾音乐史上没有人 没有第二个人 可以达到这个地位 两任的名选的总统 都请胡德福老师 去他面前唱歌 其中甚至还有一任是 就职典礼商 然后老师在全台湾人的面前唱 梅丽岛 对 老师你这个可以再写五十张专辑 对 我在想说 诸如此类的诗 这也就是说 我何其有幸的从那种 单纯的一个山谷里面出来 然后 然后从一个时代转进去 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再转进去 一个时代 对 就像余光中教授讲的 像民歌手里面 他写的诗 他说 我走进一个黎明芬芳 芬芳的黎明 然后突然走进去一个 这个芬芳的黎明 台湾是一直在 在翻转 在那个 那这些时代 我经过了这样 我看到了 那么我可以 现在再回到 我以前的眼界 就是原住民的孩子的眼界 来看以前我看过的东西 来写以前我看过的东西 那可以告诉我们原住民的孩子们说 我曾经是这样去看这些事情 那曾经这些事情这样子 来看着我们 那么 那么你们会有你们 自己的眼界出来 对 那我把我能看到的写出来 也告诉品业的朋友 相亲相爱是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 不是说人跟人 不一定要那么疏离 是 对 从原住民的角度看 对 所以我们原住民称呼 邻居的那种称呼 邻居的阿姨 我们都叫妈妈 都叫爸爸 那种感觉来看 是可以 不必那么疏离的 对 那 那那个时代 在那个波兰 那个波兰对原住民的孩子 讲是太重要了 碰到这种时代 那时候 我们推出联合国 那个全国团结 那个样子 是 我们看过 对 过去我们那个台湾 大家像同胞 没有分本省外省那种 那种手足 同胞手足 那种感觉有 是一个群体的感觉 对 有 不是对立分离的 是 对 对 然后美军走了 我们 我们 我们手都牵在一起 然后再过来 民主运动 这当中又有 又有文化的这种 运动在里面 包括文学的 包括 戏剧 那这些我都碰到 老师你在歌词里面写说 我是一只失去山谷的小鹰 嗯 现在 小鹰回到部落了 老师你接下来的创作会是 的主軸会是什么呢 创作需要养 要 要 要更多的养分 对 那以前我在这边 我觉得 我想要 有我自己的民主的元素的时候 我一半都是用 揣测的跟 回去 有限的回去的时候 听到了 或者转述 给我的声音或者故事 来唱 我旁边的村庄 我住在安美祖的村庄住现在 对 然后我走过去不远 去被难祖 其实大家 就很多地方 很近 都不远 对 那而且我要 我要到海里 我到海边 10分钟看到波澜 然后15分钟我可以 可以看到神木 小鹰回到山谷了 对 那个感觉要写出来 对 老师现在 回到台东开牛肉面店 生意好不好 这个牛肉面店 是 我的朋友菜餐港 他鼓励 然后 支持我们去开 对 所以里面的东西 都是 他们菜家食谱 很好的东西 很好的东西 那个小吃 对 那因为这样 在庄房上面 我们也想说 不要太 太那个 所以也 真的很花了一番心思 对 也请他 给我们意见 看怎么样的 这个东西才会 对 但是这个东西 一见过完毕 一开始 台东的 台东的人没有看过 这样的小吃 是这样子的 对 老师 那我们要 我们很坏心 很希望老师可以 认真一点 协作 不要太常恍神 不然十年 才等到一张你的专辑 不会 要等很久 我回到出发的地方了 不会吧 然后我们再回去台东 找老师吃牛肉面 好啊 要来 老师谢谢 谢谢